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曾思万 发现一栋很特别的房子 看到没有 走进来看一下 是一个民国出取的一栋房子 钢筋困底土做的 当时做到其这种房子的人 已经很了不起了 接下来我就讲一下这栋房子的故事 走 乔乡村位于梅州市梅仙旗南口镇 距梅城12公里 是一个有5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 是著名华侨之商 乔乡村生态风景秀美 民风淳朴 除了那遍地的油菜花 含有31座美类美坏 建筑风格多样 各计特色的百年客家围武 其中有100多年历史的南华右卢 是目前客家梅州地区 最大保留最完好的古名剧之一 《红色粮子鸡》 《笑逆财经》等电影 这个我们客家会叫 《草田拖拉机》 这里空气好好啊 看到没有 演出的那个叫南华 有什么最后一个字不会读 这个字谁认识的 这个地方叫什么叫华侨村 等下过去那种房子看一下 发现有一栋很特殊的房子 大家有没有见过勾那个韭菜的 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农村里面割韭菜的 走 我来聊个呀 好久不見了 生年 生年了 生年了 生年去幹嗎 你還挺累的 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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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三 看到没有 真是一个大土豪 你看 花园 看到没有 但是很可惜 现在里面已经养鸡了 过来看 这个花园很大 那个琵琶看到没有 黄了很黄了 那个是甘蔗 琵琶树 那么一大棵琵琶树 真是大堆 上面有字 什么字 1911年 1911年那就是 民国那时候 里面的房子是这样的 这里乡村的环境 真的太好了 空气又清晰 而且人文风气特别好 这里当地的老百姓很热情的 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 他是老师问我 下火车 你哪里过来的 什么什么 特别有意思 好吧 天气也不早了 我们得回去了 今天就接他到这里 感谢你多感慨 再见